以下这三款日系车型终于爆发了 而且降级价来非常的狠 并且入门都是自动挡 价格还狂降10万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款日产销客 这款紧做SUV的销量确实很好 而且入门就是自动挡 搭得了耐用的2.0升份按机 CVT变得香 马力能够达151 油耗能够低至6.3 平稳舒适 适合家用 再结合4米440的车长 2米665的轴距 车里的空间也是相当的宽敞 价格方面还一路暴跌 最大价125,900到174,900 优惠3万5 轮车现在11万出头就能够拿下 这个价格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入手准没错呀 所以你怎么看呢 第二款丰田卡尔了 这款车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而且这款车在之前价格也是比较坚挺 高达16万 不过现在一路跌至8万都就能够拿下 狂降了8万 还是很令人心动的 但是我还是劝你慎重呀 因为入门级版本搭的是1.5升三缸机 想油耐用肯定不如它的四缸机版本强 而它主流版本就是大的1.2GCVT版本的车型 马力能够达1126 价格后面只贵出了1万 哪个更划算 还用我多说吗 车里的空间也是比较大 城市代步完全足够 而且车里的配置也是比较丰富 L2级别增驾驶 定速驱航 7个气囊 倒车影像 LED大灯 都是能够给你很不错的行车体验 而且现在这款车价格一路暴跌 你会心动吗 第三款日产宣议 这款车分为新款和老款同时在售 而且月销更是能够达到3万多台 在这方面的表现相当的棒 东西层面达到了1.6升方案及CVT表面箱 马力能够达135 油耗能够跌至5.3 虽然不能够给你特别强劲的动力 但最起码省油耐用这方面还是非常的棒 车长还达到了4米652 轴距2米712 车内空间宽敞 外观方面颜值高 而且这款车在之前定价更是高达17万 现在一路跌至7万多 入手相当划算呐 对此你怎么看呢 以上的三款日系车型 你更喜欢哪一款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